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内储存有执照人资料及影像 资料只要写入就无法更改 而且增加多重防卫设计 发行晶片护照是我国获得150多个国家 免签证或落地签证待遇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护照一定要好好保管 而且晶片护照就好像3C电子产品 应避免放置于有磁性、高温、微波或静电等地方 也不要折压扭曲哦 在护照的最后一页有详细说明 那今天护照要怎么申办呢 第一次申办和换发规定不一样哦 哦 有什么不同吗 为了避免护照遭冒犯 如果是第一次申办护照 一定要本人亲自去申请 换发护照可以委托代理人代办 外交部为了减少民众等候时间 从102年12月起提供网路预约申办护照服务哦 哦 真的吗 如何办理呢 你只要上外交部领务局网站 先完成线上填表 依预约时间携带身份证及应被文件证本 前往现场报到即可办理 递件申办后四个工作天就可领取咯 太好了 顺便带我弟弟一起去 他的护照掉了 说要先借我的去用呢 将自己护照交给他人或谎报遗失 供他人冒名使用 都是触犯法律 可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金哦 是啊 我告诉他 护照不能借给他人使用 要他立即去警察分局报案 嗯 没错 啊 对了 如果报案后又找到了 就不能再使用了 我妈说 他的护照也快到期了 那他在出国前 你可得帮他检查一下 如果校期不够六个月 一定要快去申请新的 还有签证也要检查哦 OK OK 不然到时候他就不能参加 他们姐妹的写拼团了 嗯 一起享受 晶片护照的安全和便捷吧 走 登进咯 嗯 走 走 bonne 走 走 我们最后 ی BL phải зок Eye 店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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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店区 店船 闹漫